咱们这期继续聊运河的事 也不知道这个话题愿不愿意听 这个众口难调 有些人其实并不是想买车 也不是成天修车 主要听我节目是解蝉解蓝解药酸解心宽 是不是 然后如果对这方面各位感兴趣的话 我再讲讲其他方面 咱们把这个话题讲完 上期咱们讲完了巴拿马运河 这期咱们讲苏伊士运河 这条运河按照2017年的眼光来看 它的商业价值 它的影响力是排第一倍的 因为它沟通的地方太广阔了 它沟通的几乎整个欧洲 再加上一部分的非洲 再包含亚洲 所以它的每年的过路过桥费 这个钱是巴拿马运河的一倍 通行量也是一倍 那这条运河在开刀之前 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都知道非洲大陆 它的板块移动是跟欧亚大陆靠在一起的 靠的时候留了一条缝 这条缝就是红海 它不需要开凿这么长 因为红海已经留缝了 它只需要把苏伊士地匣 这个口子开开就一百多公里就连通了 那么当时呢 在建造苏伊士运河之前 有一条另外的运河 叫法老运河 那个是埃及法老建的 但那个运河呢 跟现在的运河完全不一样 那个运河是一个内流河 从地中海进来之后 它走的是内陆 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金航大运河 它跟海是不交集的 仅仅是把地中海里面的物品 运到非洲内陆而已了 那条运河也非常悠久 大概有2600年的历史 先后进行了五六次的重建 但现在已经放弃了 因为它没法沟通大洋 那么这条苏伊士运河 所沟通的大洋呢 是两个 一个是大西洋 一个是印度洋 那么红海它隶属于 这个印度洋的一个小分支 然后呢 地中海属于什么呢 地中海往外走 就大西洋了 是吧 它沟通的地方 确实非常广阔 那这条运河 它是比巴拿马运河 在建造的时候 早了很多年 它是在1859年开凿的 然后凿了十年的时间 当时一共死了12万人 因为它的气候条件 也非常恶劣 那么为什么 要开凿这条运河 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当时没有这条运河的时候 如果你从欧洲 你去到亚洲 亚洲主要指的是印度 他们非常喜欢印度 我跟你讲 尤其英国 那你要想到印度 那无非就三条线 两条线 第一条线呢 从威尼斯启航 然后呢 穿过整个地中海 然后就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在亚历山大港 当时那个位置是没有运河的 那么你就直接穿过这个地匣 然后再上船 上船走的是红海 在红海出来走印度 这第一条线 然后在十字军东征那个期间 就在13世纪 他们走路线又不一样 那个时候也是从威尼斯启航 然后走到大马士革 叙利亚 然后经伊朗 就是当时的波斯 然后走到印度 这两个线 这两个线呢 走了好几个世纪 非常的顺畅 但是有一年 在1853年的时候 这两条线路全被阻断了 为什么呢 谁给阻断的呢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就把这给阻断了 所以鼻子 这帮欧洲国家 就得开辟新航线 所以在1498年 葡萄牙一个水手 叫达加玛 他从大西洋起航 沿着整个非洲海岸 到达好望角 然后到达印度 这个就是新航路的开辟 当时我记得 袁腾飞老师 曾经讲过 为什么他 这么要着急 开发这个新航路 对于像葡萄牙 这个国家 包含对于欧洲一些国家 他们需要东方的是什么 袁腾飞总结是三点 第一点是黄金 因为欧洲啊 他们主要信奉的是 这个基督教 是不是 他们修教堂 修教堂那个大金顶啊 需要很多黄金 欧洲当地是没有太多黄金的 他们一直认为 印度认为东方是有黄金的 那么开发新航路 第一个重要目的是找黄金 第二个呢 是传教 他要把他的宗教辐射全世界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第三个很重要 他们要找的是香料 香料主要指的就是花药大料这东西 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肉的关于冷藏的一个技术 那经常会吃一些比较变质的肉 拿这个香料来怎么的呢 来折一折这个味儿 肉都臭了 搁点花药大料完就能吃 是这么一个情况 出于这三点目的 所以开辟了新航路 是在1498年 那么从此以后 葡萄牙也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之前葡萄牙是不行的 对吧 后来是被西班牙发现 西班牙主要发现了新大陆 葡萄牙呢 是绕到亚洲这边 西班牙是直接处到太平洋 大西洋 直接处到美洲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到了18世纪的时候 整个西方 它跟印度的贸易是非常强的 你像当时有一个东印度公司 对不对 主要造鸦片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对吧 那个时候 英国在整个的一个贸易当中 它是有很大优势的 当时是在18世纪的中叶 当时海上霸权是英国 现在的是美国 对吧 所以英国呢 这个就是欺软怕硬 谁强呢 我就扶谁 所以英国人现在只扶美国人 他不带扶别人的 因为当时他很强 那么英国一强大之后 法国就眼馋 法国呀 他的海上的一个贸易 包含他的能力是不如英国的 因为他在大陆里边 对不对 但是法国有一个区域是非常强的 他在地中海的这个东部 势力范围非常强大 包含埃及的一部分 因为法国陆军是比较猛的 海军是白扯的 那么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法国想开运河 想开造运河 那么开这个运河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对抗英国 因为不甘落后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1798年的时候 当时法国的都政府将军拿破仑 拿格率领军队占领埃及 占领埃及主要目的就是想凿运河 然后呢 拿破仑就带着他所有的这帮工程师 开始进行勘测 开始测量 测量了很长时间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拿破仑这个团队在测量 红海跟地中海水位差的时候 出现了偏差 他错误的认为 红海比地中海高10米 其实没有这么多的 那么当时拿破仑就想 我一旦把运河开通了 那因为红海水位比较高 那么会导致整个尼罗河三氧洲被淹没了 那就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就打道回府了 就不整了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 法国内部不是政局发生变化吗 拿破仑赶紧回国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有夺权的事 运河就搁置了 这个事呢 又过了50年 又过了50年 法国人又来了 又卷土重来 重新的测量 发现呢 50年前 拿破仑测量这个东西不准 实际的水位差别并不大 现在看他水位是有差别的 大概是 大概是20多厘米 几乎就等于没差别了 是不是 然后英国也知道这事啊 英国一看 我操你法国 你要把这运河给修建好了 那我不就废了吗 对吧 因为英国的跟亚洲的主要贸易地是印度 那么你修完运河直接会缩短 大概将近六千多公里的一个航程 对吧 所以英国要破坏法国计划 怎么破坏呢 第一 印度说 那英国说 我这么那把埃及啊 我跟你修铁路吧 不要运河了 运河啥玩意呢 我跟你修一个从亚洲 那个亚历山大到你开罗 我再到你苏伊士地匣的铁路 免费给你修 是不是挺好的 还有啥呢 说法国呀 这个你别修了 那这个运河不好 这个法国是比较有用心的 法国呢 也背后说英国 他互相埋的呀 法国说你别听他的 他给你修铁路啊 我跟你说 早晚有一天 把埃及给你侵占了 当时的埃及总督 埃及总督呢 是那个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 阿里一看 你谁也别来了 你少跟我说这个 我念书少 你别骗我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把英国法国全给拒绝了 那 但是呢 阿里下去之后 他有个继任者 叫阿巴斯 阿巴斯呢 他跟英国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就同意了英国修铁路的事 195 1858年 那这条铁路呢 全线贯通了 贯通完之后呢 法国人非常生气 极为不安 所以 卯着劲 要修运河 那么你能看出来 咱们最 咱们中间总结一个小总结 这条苏伊士运河 其实它是英国跟法国争夺东方的一个产物 就是因为他俩斗气 才把这玩意修起来 就这么简单 然后后来呢 有一个法国的外交官 这个人呢 叫这个莱塞普斯 咱们简称老莱 老莱呢 他爹之前就外交官 而且这个老莱当年是随拿破仑来过埃及一次 来打仗 走了之后呢 老莱就留下了 他是作为埃及的一个领事 大使馆 他没事呢 就跟这个埃及总督啊 在一起喝酒 吃花生豆 关系出的非常好 然后他无意间发现 当年一个拿破仑跟他签署的 就拿破仑当时勘察的一个报告啊 他就看这个报告 研究了好几天 哎 他发现这个事行啊 这个事我给他干成了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把官给辞了 器官从商 那因为这个人是非常有精力头脑的 他就把这个计划呢 就跟埃及总督说了 也跟奥斯曼帝国说了 因为埃及的宗主国是奥斯曼 说完之后 埃及跟奥斯曼都给拒绝了 那 然后就老来一看 那我就忍着吧 等一等 过了两年 埃及总督 这个下来了 他的儿子进了 这个老来呀 跟他儿子之前关系非常好的 当时的儿子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俩关系非常好 私交非常好 因为这个人是个小孩 岁数不大 所以老来呢 就甜言蜜语了 开始花大饼了 说呢 我这个运河帮你修好了 弟啊 你们这个埃及这个经济啊 一定会扶摇直上 卡卡发展 你还可以咽过拔毛 收保护费 收过了过桥费 对吧 你的经济一定会好转的 第二点呢 你可以拿这个运河当屏障 因为你现在是受困于谁呢 奥斯曼帝国 你想不想摆脱他束缚啊 想 想吧 第三个好处 你可以名垂青史 你干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 然后这小孩呢 一听啊 大饼话挺好 马上就接受了 然后 就在这一年 他刚刚上了这一年 老来就跟埃及 签了一个合同 租让这个整个的一个运河通道 那这个合同为期99年 哎 你们可能比较好奇 我也比较好奇 咱们发现有一些国家啊 跟一些弱小国家签订一些租借 一般都是99年 对吧 比方说 1898年啊 德国强占我们焦州湾 跟我们签的那个时间就是99年 还记不记得 包含中法签那个广州湾 也是99年 然后英国逼着我们清政府 签的这个香港这个新界 也是99年 对吧 为啥呢 这个是国际惯例 就是说国际惯例 一块土地只要被占领军 占领100年 那么就可以默认 这块土地是占领军的了 知道吧 所以说不能签100年 只能签99年 那么对于你像德国当时亲在我们山东 你像法国亲在我们广州 英国亲在我们香港 他们其实你说你签100年跟签99年没有区别 他们认为只要大清朝在 到期我接着签 那如果说你签100年的话 那让别人一看你就属于侵略了 对不对 他们表面看呢 当表的立个牌坊 我还不算侵略 那我租你 对不对 我租99年租到上线 那么这个合同 老莱跟埃及签的合同都包含什么条款 这个合同现在你在网上也能找到 它是阿拉伯语的 你们谁懂阿拉伯语 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会说一句这个 这个这个 不是 我就会说一句这个德语 不是阿拉伯语 那么这个合同 它都包含什么 首先第一个 埃及政府无偿提供所有土地 就包含运河两边 方圆多少公里之内 全归 我这个老莱来负责 那第二点 你埃及政府要给我提供80%劳动力 那第三 免税进口所有的设备 因为我开运河需要挖掘机 这是这那 对不对 第四 这个运河凿完之后 埃及政府可以每年获得纯利润的15% 最后一点是 到99年之后 这条运河还给你 你发现这个条款是不太合理 你说 第一 这个运河是我们埃及自己家的 对吧 你在我这修 行 然后我提供劳动力 我提供场地 我还给你免税 完了利润值 给我15% 这合理吗 对不对 但是当时埃及国家 他没有这个技术 勘探技术 开刀技术 他都没有 所以这小孩也是挺不懂事 就联盟带骗 就被老莱给忽悠了 就把合同给签了 知道吧 然后这老莱呢 一分钱都没有 这货就是一个空手逃白狼 签完合同之后 马上成立公司 叫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 活还没等干呢 发行股票 发行了五年的时间 到了1859年 不顾英国反对 不顾奥斯曼帝国的批准 开工建设 开工的第二天就出大事了 法国意大利对澳宣战 战争爆发 当时法国呢 主要是比较怕英国 因为英国实力很强 他主要是不敢得罪英国 怕这个英国干涉 他侵占人家这个行动 所以说法国国内 没敢公开支持运河 因为这运河是法国人建的 对吧 然后英国呢 就开始勾结奥斯曼帝国 向埃及政府施压 而且英国把军舰 都开到雅兰山大港了 知道吧 格纳嘎侍卫呢 埃及政府傻眼了 这咋人啊 埃及政府谁也不敢惹 对不对 谁也不敢得罪 这小孩 约了十六国代表 谈这个事 这时候拿破仑三世 都已经来了 拿破仑三世呢 希望继续干 然后呢 奥斯曼帝国呀 还不太不太敢得罪法国 英国一看呢 算了吧 赶紧把军舰开走了 其实埃及是想干的 他不干不行 合同签完了 你万一停工的话 谁来赔偿股东的损失啊 他这五年股东可不少啊 前楼子不少啊 所以埃及一看呢 我这没法赔呀 我国家卖了都不够赔的呀 继续干吧 就这么的 就继续开始干运河了 中间没有间断 那么这个运河在开刀的前两年 是非常不顺利的 因为人手不够 你当时合同签了 那工人80%以上 是你埃及政府提供的 埃及政府他没人呢 对吧 你工资给的少 环境还恶劣 谁来呀 没来 前两年就1700个工人 按照原计划 他之前的计划 这个开凿 这个运河的工人量 最少需要2万人 他只来了1700 你算差多少 到了1861年 埃及政府一看不行啊 你这么干的话 我的合同没法履行了 我这么造 他们得造30年 是不是 所以埃及政府呢 颁布法令啊 强制劳工 就跟这个争这个军队似的 你越来也得来 你不来 不越来也得来 都得过来 所以从1700个工人 一直涨到2万多人 因为这个工地条件非常艰苦 当时的工人呢 来着干活 他是一个月换一次班 全国所有的青壮年 必须得来 干一个月你再走 歇俩月你再回来 就这样 后来老百姓都不够用了 没招就把军队给裁军了 这个帮军人脱了军装 就到前线 就到苏伊水运河 就开刀去了 知道吧 军队都不要了 豁出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 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他这个地匣呢 他属于沙漠 常年是炎热缺水 而且呢 降水也比较少 那么你想想啊 工人在这么热的环境下 还要干活 他需要大量出汗 他需要大量饮水 你还没有水 对吧 刚开始呢 是从亚历山大港 装点淡水 但是你随着运河往南开走 离亚历山大港越来越远 你淡水就供应不上了 你只能从沙漠 绿洲里边采一点水 那个水是非常少的 然后呢 又进了几台淡水的一个海水净化器 净上坏 那就是说这个饮用水 根本就满足不了人们的一个需求 所以大量人因为脱水 死亡 死亡之后呢 这埃及政府一看不行了 开始开发一个淡水渠吧 那么这条淡水渠 现在也被用上了 现在在灌溉 整个的尼罗河三小洲 然后呢 这是水方面 吃的方面 火事也非常差 当时的这个每个人的一顿饭都不够小孩吃的 那么住的方面更不用说了 外国专家工头 住帐篷 本地的工人 老百姓 那就啥呢 露天啊 晚上虽然能看上星星 就这么样的 然后你像 地中海风一吹啊 里边非常腥臭 里边有好多什么苍蝇蚊的都来了 什么支气管炎 肺炎 什么肝炎 红眼病 肆虐 还有瘟疫呢 霍乱天花 伤寒都有 他休了十年 这十年爆发了十次啊 一年比一会严重啊 爆发一回就大量死人 你知道吧 一共死了十二万呢 知道吧 那么之前他想的挺好的 法国想呢 在国外进口设备 然后来开凿这个运河 后来这个设备啊 质量不好 经常坏 而且设备还太贵了 你再买也不合适 就开了两年多 往后那八年 全是人工啊 全是手跑脚灯啊 知道吧 全拿锄套 拿筐 一筐一筐的装 一筐一筐拿走 全这样徒手干的 那么那个期间 劳工 很多是逃跑 那为了保证工期呢 埃及政府派军警来镇压 你逃跑 我又给你送监狱里面去 不允许逃跑 那么在这个阶段 埃及大量的劳动力 埃及非常好的土地 全部贡献给运河了 对他来讲 是有损失的 因为埃及在此之前 它的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不像现在 那时候还没谈到旅游业的事呢 没有金塔的事呢 不谈 那时候埃及最大的收入来源 是种棉花 我之前讲过 灵木品牌历史 还记得吧 也讲过丰田品牌历史 在那个阶段 日本 欧洲 他们仿布 用的棉花 全部来自埃及 那么你大量的劳动力 全跑前线去开运河 起来 没人种棉花了 知道吧 你这个钱 挣不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 美国在爆发南美战争 对不对 咱们对上号 你看我这个节目给你梳理的非常细 对不对 南美战争之后 美国棉花也少了 美国当时产棉花的 那么一战争门中了 那么世界这个行情 棉花是蹭蹭往上涨 哎 政府一看 这不行啊 这好时候我得捞住啊 还有一个啥呢 这个 你开运河 你开运河好好开呗 他当时圈了不少地 哎 政府一看你这地给我拿回来 我种棉花呀 对不对 然后就继续跟法国政府的谈 说你这合同签的不平等 我得修改合同 啊 那么法国一看那行啊 那算你委约 对不对 可以修改合同 但你赔我损失 那 然后埃及呢 就收回了一些不必要的土地 拿回了一些劳工 但是为此支付了巨额赔偿 所以说这个法国人呢 他们这个算计啊 就我跟你讲 这合同当时签就是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合同 那 然后呢 这个英国包含奥斯曼 一看 生米煮成熟饭了 对不对 那 那也没招了 那也管不了了 你愿整整吧 那 然后 十年之后 在1869年8月份 地中海跟红海被沟通了 11月份 整个苏伊士运河通航 这条运河全长是162公里 成功的把这个欧洲 亚洲非洲给沟通上了 那么之前从欧洲到印度几乎缩减了一半航程 那么如果之前从伦敦出发到印度的孟买 缩短了4800公里 如果你从法国的马赛 你到孟买 缩短了将近6000公里 那运河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有一些当时 这个埃及当地的一些年轻人 失业 没有活干 天天这个流氓的满街混 哎 有了运河之后 有工作了 只要你想干活 你有双手 就能指他挣钱 对吧 还有什么呢 沿照运河两岸 有一些城市啊 迅速发展起来 那而且不光这个 他还有咱们刚才讲 为了修运河给工人喝水 修淡水区 这条淡水区 现在依然在灌溉宁乐河三永洲 那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经济收入 那经济收入 然后大概在1882年 英国呢 军事占领埃及 占领埃及 英国在1882年 就把这根运河给霸占了 霸占了好多年 直到1956年 埃及人民经过斗争 才从英国人手中 把运河夺回来 那么英国跟法国 霸占这条运河 霸占了87年呢 各位 你知道咱们上期讲 美国霸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呀 霸了60多年 挣了480亿美金呢 英法霸占了87年 而且苏伊士运河的流量 可比巴拿马运河大多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是不是 那么咱们讲一讲 巴拿马运河跟苏伊士运河 它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它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咱们先讲相同地方 相同地方 这两条运河 其实都是大洲分界线 你像苏伊士运河 它是亚洲跟非洲分界线 对吧 巴拿马运河是北美洲 跟南美洲的分界线 第二 这两个都是海运河 都在近海陆地上面 主要是行驶船只的 你像苏伊士运河 主要沟通的是 印度洋跟大西洋 巴拿马沟通的是 太平洋跟大西洋 还有一个啥呢 共同点 开凿完之后 它的船只就可以不必 绕另外一个非常远的地方了 比方说苏伊士运河 开完之后 就不需要绕非洲豪旺角了 对吧 巴拿马运河凿完之后 就不需要绕河安角了 大大减小了航程 缩短的时间 同时降低危险 你知道好旺角啊 这个以前叫风暴角 那非常危险 各种洋流对流 对吧 还有河安角也是 河安角是一个死亡 是属于船只的一个坟场 当时二百七两口的 从河安角去的那个南极嘛 对不对 他就说嘛 这块这个船只出事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对流非常强烈 所以说也降低了危险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说 共同点都是给这个国家 强大的经济支持 你像埃及政府 巴拿马政府 他们的经济的主要的收益 全是运河 那么还有一个相同点是 这个运河 这两个运河都在发展中国家 埃及巴拿马都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他们都曾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过 这是相同点 咱们说不同点 不同点的话呢 就是沟通的海域类型不太一样 苏伊士运河沟通的是红海跟地中海 这两者相当于属于啥呢 红海相当于印度洋的内海 地中海相当于大西洋内海 对不对 巴拿马运河沟通的是太平洋跟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是大西洋的边缘 所以说巴拿马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它属于一个连洋运河 两个洋连一起了 而苏伊士运河可不是啊 它连的是内海 那么第二个不同点是运河 它的类型不一样 地中海跟红海的水位差 大概只有20多厘米 所以说在苏伊士运河上面 不用设船闸 它海面是平的 直接可以开过去 速度非常快 是世界上最长的 没有船闸的运河 而巴拿马运河不是一样的 巴拿马运河大部分河段 是在海平面之上26米 咱们上期讲了 对不对 它需要有三道船闸 来调节水位 运行速度是非常慢的 一共61公里 走完这些地方 需要9个小时 那么还有一个 不同点 它俩的通航能力 是不太一样的 苏伊士运河是全球 第一大的运河 最长的 它允许通过的船只 最大吨位25万吨 而巴拿马运河 只能通航7.6万吨 左右的轮船 是没事的 差了三倍多 那么经济收益 现在看 苏伊士运河 大概每一年的收益 是20亿美金 巴拿马是10亿美金 那么最后一个不同点 是它们的气候不同 苏伊士运河 在北回归线 那个位置 它主要是受 负热带高压控制 降水非常少 属于沙漠气候 对吧 而巴拿马运河 在加勒比海 那个位置 它主要受 东北信风影响 它降水比较多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这上面是它的相同点 跟不同点 那咱们再给你讲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 苏伊士运河的故事 二战的故事 就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英国人 一个魔术师 为了怕德军的轰炸 把苏伊士运河 通过一段一定的手段 给藏起来了 这事挺有意思 我给你讲讲 当时希特勒 一些盟友 在北非失败 比方说他啥盟友 莫索里尼 意大利 希特勒一看 那我就干北非 干北非的话 主要想控制地中海 主要还想控制 苏伊士运河 所以说1941年 当时希特勒任命 沙漠之湖 就那个龙梅尔 作为德国驻北非 远中军总司令 来过来 来抢夺苏伊士运河 那么当时的运河 是归英国人管理的 英国人把着 对不对 英国人呢 是不可能让你夺回去的 如果苏伊士运河 一旦被德国给霸占了 那就废了 英国到中东的港口的 这个整个的里程 一下会增加 好几千公里 对不对 而且这条是生命线的 你要绕非洲的 好望角是非常危险的 时间也长 对不对 那么怎么来避免 德国把这个运河给霸去呢 英军呢 反复讨论 选了一个人 当时英国最著名的魔术师 马斯克林 马斯克林呢 之前 在当兵之前 他是 干魔术的 专门干一些什么眼花缭乱了 一些变幻莫测的 这个魔术 在欧洲是非常出名的 当时呢 丘吉尔首相的顾问 他俩沟通问他 这个马斯克林非常有信心 老马说了 我在战场上 我可以制造虚幻大炮 包含幽灵舰 这我都玩过 你放心 我肯定能把这个运河给你藏起来 这你们好奇吧 那他通过什么方式来藏呢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利用非常大的灯光 形成灯光屏障 因为什么呢 德国想干这个运河 他白天不敢来的 白天有防空炮 能看见你 啪啪给你打掉 他只敢晚上来 对吧 你晚上来 那么我下面灯光非常强烈 非常刺眼 让德国的飞机啊 根本找不到目标 那就这么一个情况 非常简单 他就整一个反射器 反射器周边整一点什么锡片 放到一个超量的这个 摊上灯上面 一打灯 24片 光速出来 这光速能照射天空15公里啊 而且他可不是一个光束啊 这条运河 刚开始在造的时候 这造光束的时候 造了五个光束 造完之后呢 这老马上飞机啊 晚上咱去做个实验 咱看一看 就不断接近苏伊士运河 哎 飞机离得越近呢 他这个光束在转向呢 你知道吗 在闪的 一闪一闪 亮晶晶 就这样啊 这个飞机驾驶员就懵了 根本就没法找到这个投炸 投这个炸弹的地方 根本就看不着运河 因为这一片全是光束 那 就非常炫目 就咱们在开车的时候 喝不上个大车 在晃你那感觉 知道吧 老马做完这实验 发现非常成功 然后紧接着就在整条运河上面 安了好几十个大型探照灯 然后呢 就当连军飞机 在苏伊士运河在晚间 过来来袭击的时候 老马一声令下 所有灯光全打开 顿时德国飞行员就傻了 德国的飞机差 没创上互相之间 那看不着道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宣告失败 德军就放弃了 攻占苏伊士运河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边 在白天 德国也轰炸 那么白天 我们英国在底下有防空炮 对不对 黑天不敢来了 那么最后呢 导致英国一直控制着这条运河 保障了运河里边的物资的一个运输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事 这个事呢 挺玄的 这个反正我没有深入体会 只是道听突说 这个确实是事实 那么咱们这期呢 三十四分钟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呢 聊聊我们中国 伟大祖国的运河 金航大运河 咱们详一讲一讲 那么最后再次感谢 字幕志愿者 给你